今天我要吃的是我心目中 我心目中北京最好吃的东北炖菜馆 这个炖菜馆就在我旁边 但是我刚才钻这个色彩缸里 我觉得我好像出不来了 我这么瘦怎么可能出不来呢 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 我今天要来吃的是 我心目中认为北京最好吃的东北炖菜馆 他们家不只炖菜好吃 而且店名也很有特色 就叫炖菜馆 看这个热气腾腾烟雾缭绕的 就说明我的两锅炖菜已经炖上了 其实说到炖菜啊 大家心目中最好吃的炖菜是什么 对于炖的人来说 沙猪菜是一定要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叫排骨土豆炖豆角 这边是排骨土豆炖豆角 这边就是沙猪菜 给你们看看啊 登登 今天我点了两个超级符合这两个菜的配菜 一个是粉条 一个是面条 面条我准备加到这里 沙猪菜呢里面一定要有粉条 所以粉条放到沙猪菜里面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吃吧 其实它下面是很深的 它是一个这样的火圆的形状 这样粗粗的手捆面在这个汤里慢慢喂着 多好吃一些 我们看看这个土花三层的肉 你看这个土土的灶台 土土的锅子 再加上 为了让你们更加直观的看到时髦两个字 我要把我的外裁的团表 主要是因为太热 这下面是那种明火 我觉得明火炖的东西就是比那种店的炖的好吃 这里面老板还会放一些猪肝之类的 尝尝猪肝之类的 不干嘛不太 而且这地方呢 就在朝阳大雪城对面的一个平川厂里 名字就叫炖菜馆 还记得我的成名之作北京一夜了 北京一夜吃的那个老张拉面 就在他们旁边 我今天是故意赶在下午的时候来吃的 中午啊晚上啊 他们家完全没有味道 这么小火慢炖肉 我刚刚刚刚刚 趴我先尝 我爷爷给我做饭就是在家里大多 然后这边烧着火 就是这个生物 真废 其实我和大表姐啊 我们都更喜欢这种 类似于餐子呀 或者是更土的这种菜馆 比较low的这种 但是是真正的好味道 所以我就跟大妹姐说嘛 既然现在要拍Vlog 那我现在Vlog的主题就定了 就定京城最low餐馆 在这吃饭感觉好像现在家里的烫头啊 感觉酱汁已经完全适合到了面里那种 我先拿这一碗米三条吃了 然后我在家一碗面吃 我敢摸着我的良心跟你们说 我的这一类Vlog 绝对是京城最好吃的餐馆 不咸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又要担心我怕我咸了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咸 其实我吃豆角啊 我最爱吃那种就是 豆小或者没有豆的那种油豆 这种就完全符合我心中最好吃的那种豆角 一夹几碎的土豆 筋道烫 还稍微有一点硬 可以再炖一炖 有豆角 一夹豆角 跟乳酪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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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个酪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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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 点个蛋出来 其实我就是想吃个苏花蛋 也想点个凉菜 我已经足不足知道你给你吃吧 刚刚吃了一块块骨 土豆掉下了 就是完完整的一块肉 这个土豆呢 用盛土豆就能量多 都不敢实际炸它 它们要不是种的也很多 干价也都很没 这么大一锅 大锅的148 小锅的108 小锅的足够三个人吃完 那是大锅吗 吃不了吗 吃不了 吃完了 你还是他一样 能吃两个吗 相信他 给我开我很多大锅 我相信 你们两个打赌吧 下个处啥的 我相信你 我今天吃的嘛 我们开始因为 玩小 零想发挥 所以太烫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 我一会儿还想吃 可以给你个上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选一个 这样不炒肥料的不厚 有几个好朋友 这个又有个下子 那边喝 一會儿比较 还挺好的 接下来可以 烤 来 如葡萄 对着脚的最后一把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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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魏你快拍大哥 大哥你刚才说什么 我怕你吃什么事 没事没事 最后一碗酸菜 完全是黏黏糊糊 黏黏黏 这是今天两大锅的最后一碗 老板你这有米饭吗 我还点辣辣 你给我来一碗 还点爽 谢谢 谢谢 后半 再去看看这一顿的精华 可以这么说 比我爸炖的都好吃 够个颜料 好了从今天开始 跟着Mini一起搂翻全国 尝遍天下私藏美食 下次见拜拜 我是Mini哦